通常同學去補習的時候 我就不用補習 我就去拍戲 有時有些同學會很喜歡我 有些同學會不喜歡我 也會有Haters 有些都會評論一下 氣不太好 有時哭得很假 很奇怪 有時的接受 也要接受 還有反省一下 有時有些同學有意見 試試在家裡排練哭 類似的 可能想做一個明星演員 如果真的做不到 可能做歌手 如果真的做不到就做醫生 如果真的做不到醫生就做科學家 做不到科學家就做碩士 做不到碩士就做獸醫 我叫王子 今年十歲五年級 我喜歡演戲 我拍了不知道多少部電影 我的志願就是成為一個獸醫演員或歌手 我喜歡演戲 我是王子 我喜歡演戲 我今天就來做訪問 拍電影來講 應該可能兩年前試過電影 Casting 廣告就應該是五歲開始 很喜歡在別人面前表演 沒有人教我演戲 我自己發掘到這件事 何時刷演 沒有說何時 可能是天生 天生 除了演戲 我可能會做運動 打籃球 羽毛球 沒甚麼就有興趣 研究昆蟲 我實在很喜歡昆蟲 有趣 因為我們學校在郊區附近 山區 有太陽 有很多昆蟲飛進去 我們課室 有甲蟲 很多蟲就馬上很害怕 但偏偏我 我會用手拿起來 有些甲蟲會飛 就扔到外面 它就飛走了 很開心 有時候我可能在家裡養了一隻甲蟲 我會很開心 有時候會照顧牠 也會學會照顧人 或是動物 也要學習一下 放學是放三點 如果真的有放學活動 就四點或五點 之後其實也有充足的時間 去見同學 通常同學去補習時 我不用補習 我就去拍戲 而且成績也能處理 體驗有什麼不同 補習就是學習 然後拍戲就當一個興趣班 有時有些同學會很喜歡我 有些同學會不喜歡我 也會有Haters 有些也會評論一下 演戲很好 很英俊 又好 可以見到那麼多明星 等等 有些就稱讚我 演戲很厲害 但不知道她是否在諷刺我 有點氣麻辣 有時哭得很假 很奇怪 時機接受 也要接受 還有反省一下 有時有些意見 有些同學會 有些同學會 嘗試真一點 嘗試在家裡排練哭 類似 類似 下次我要聽到你彈完整首 那不是每個人都要跟弟弟一樣 我想跟弟弟一樣 站住 放 放 看漫畫 看 看 連笑話機 演一個很差成績的人 經常被弟弟看壞 但現實生活中 我是一個很開心很開朗的人 而且成績都不錯 我也是第一次演這麼重的氣氛 而且有些難度挑戰性的戲 可能每場都要哭 有一次抽離不了角色 拍完 上回休息 不停哭 導演和媽媽都叫我 不如今天不要拍 其實那一場 就是我給爸爸 就是Ronald哥哥 鄭忠基哥哥 他打完我 我打到瘀傷 媽媽就幫我塗藥膏 之後說一下我留班 一些成績不好的東西 又說要我做得好一點 就哭 不停哭 因為實在太痛 媽媽又很傷心 大媽媽也不是幫我 爸爸又不停罵我 我不是很傷心 不停哭 那一場就哭到抽離不了角色 其實那場是很可惜 刪除了 有些人會覺得很傷心 有些人會覺得太誇張 有些人會哭得很恐怖 有些人就沒有哭 但他也不明白 你會說什麼 媽媽也有哭 哥哥 哥哥一開始就沒有哭 但他看到我哭 又覺得很感動 總之要有哭 可能有些同學 可能收到一些不好的成績 也可能會不開心 或者是新的學年 沒有朋友 最近看到有幾個同學 都很不開心 因為沒有新朋友 不要哭 樂觀一點 有希望多一點 目標 可能做多一點戲 還有我也有試過可以拍戲劇 因為可以帶給別人歡樂歡笑 可能想做一個明星演員 如果真的做不到 可能做歌手 如果真的做不到 就做醫生 如果真的做不到醫生 就做科學家 做不到科學家 就做碩士 做不到碩士 就做獸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bag 露 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